早上初呢还是会觉得很冷 可是每一天都是这样 到中午开始又开始温暖起来了 接下来几天是不是天气都会维持这样的情况呢 我们把时间赶快交给你 好了 未来几天呢 白天天气都非常温暖 而且呢天气都是非常的好 但是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 像是今天的最低温就是在嘉义地区只有10.6度而已 那主要就是因为水气比较少 再加上受到辐射冷却的影响 所以早晚呢这个温度都还是非常的冷 那今天早上呢在北部地区是只有14.6度 而中南部的空旷地区甚至只有12.1度而已 南部地区是17.4度 东半部地区也只有14.5度 所以待会早晚出门呢 大家还是要记得多夹这衣服 那再来就来关心到今天的整体天气状况了 今天呢全台还是处在一个非常稳定的天气环境里面 而且呢今天在整个西半部地区 甚至是东半部地区 白天都是有机会可以见得到阳光的 但是因为今天是转损比较东北季风 所以东半部地区还是要注意一些 会有一些零星的局部性降雨 不过呢其实这个雨势都是非常的小 并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建议大家赶快把杯子或是衣服拿出去洗一洗晒一晒 因为到了星期五啊 受到这个大陆冷气团会逐渐难下 到了星期五天气又会开始转为比较湿冷的天气形态 而且到时候呢在迎风面的北部和东半部地区 都会出现一些短暂暂雨的情形 而且天气变化也会比较大 大家都要多加留意 而至于在今天温度的部分呢 今天白天各地都是非常的温暖舒适 北部地区高温会来到24度 中部地区26度 南部地区也会来到27度的温暖天气 甚至在东半部地区也会来到25度 但是要提醒大家日夜温差还是比较大 而且早晚都会受到辐射冷却的关系 所以这个温度啊低温都是非常低 像是北部和中部地区 低温只有11度 南部地区14度 东半部地区也只来到了13度 这个日夜温差大概相差个13 14度左右 提醒大家出门还是要适时的添加衣物 千万不要照亮了 那我们接着就来关心到详细的温度预测 首先先来关心到北北基地区 今天的降雨几率是0 温度是在13到23度 再来看到桃园新竹苗栗 今天白天都是有机会可以见得到阳光 温度是在11到24度 接着看到中部地区 今天的降雨几率是0 温度是在12到26度 接着来关心到云林在台南地区 降雨几率也是0 而且白天天气非常的温暖 温度是在12到26度 接着往南走到南部地区 降雨几率是0 温度是在14到27度 再来关心到东半部地区 今天的降雨几率是10% 温度是13到25度 最后看到外岛的金门马祖地区了 今天的降雨几率是0 温度是在13到23度 那我们接着就来关心到今天的农民历 今天是农历的11月初一 而要特别注意的朋友 是属机57次的朋友 那今天适合的事情呢 就像是祭祀和嫁娶 而不适合的事情 就是智产和栽种了 以上的资讯提供给大家做个参考 把时间交还给燕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